来源 光明日报近日 人设部 最高法联合发布了十起超市加班劳动人士争议典型案例 明确指出996工作制属于严重违法 这会倒闭更多互联网企业正式畸形加班文化的弊端 及时转变用工思路 但从长远看 996终究只是互联网行业用工史上的一段弯路 它跟互联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也背道而至 事实上 疫情发生以来 有些国内外互联网企业实行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办公模式 效率不降反升 员工创造性与主动性也得以更好的发挥